我当时决定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我宁愿把生命可能失去在路上 我都不愿意和中共继续产生任何关系 我就是坚决要和中共割裂 因为我感觉就是共产党让我无法忍受 就是这种邪恶的侦察 所以说我就决定戴汉子出来 我感觉它现在就是对我们就是像牲畜一样 随时可以说随时它想换什么 想要你的钱想要你的零件你的器官 就可以拉出一个然后就去切割掉 然后把你账上的钱清空掉 人就可以直接像抹数字一样抹掉 这位来自中国山东的女士化名索菲 是位单亲母亲 今年2月份她带着9岁的儿子离开中国 经历一个月的艰辛辗转 3月底从德州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 被海关边境管理局作为偷渡者收容 索菲向新唐人电视台诉说了这段走线 也就是偷渡美国的经历 在穿越中南美洲和墨西哥期间困难重重 显向还生 不管是警察还是黑帮还是什么 就是他见到你这个样子 他就会问你要钱 有时候我们就是走在路上 或者坐大巴的时候 警察上来检查 可能黑人啊南美人 他不会让他们下去 但是像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男的 就会让他们下去单独搜身 可能就是你全身都要扒光了 然后他上下的摸你身上有没有藏钱 是这样子 就是非常难 对妇女和儿童稍微好一些 随后索菲姆子两人和其他人 一起在二十多天里 乘船过海 穿越雨林 爬山越岭 骑马潜行 在难民营外露宿帐篷 又乘坐大巴 辗转颠簸 最后到达墨西哥的一个边境城市 与美国只隔着一条河 我们坐着大巴车 到了车站以后 他们说有就是联系好的人去接 结果不是 就是黑帮去接的我们 黑帮派了两个就是小流氓 但是当时我没有那么想 就是把我们接走 接走以后就是已经是晚上了 一路上穿街走向的 走到一个小屋 然后就开始查我们 查我们的身份 查了好久 就是怀疑我们交没交钱什么的 后期又把我们领到 就是又穿街走向 又拐拐 七拐八拐 拐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小屋 然后就开始查我们的行李 把所有的钱什么都要交给他 手机交给他 然后他说第二天给我们安排 就是过河 但是第二天他突然非常严肃的跟我们说 就是你们没有交钱 你们被骗了 你欠我们就是每个人欠我们一千八百美金 如果你不交这个钱你出不去 他就单独把我和其他人叫出去 就孩子没有叫 但他说如果你不交钱的话 我就把你的孩子单独带走 你再想见他就不可能 然后还掏出枪来 就是这样子 威胁 然后就是大概六平米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关了我们几个三四个中国人 然后其他是南美人 大人小孩都有 十几个就挤在这个房间里 没有床 你只能睡在地上 然后他把门关上 你不准出去 平常的时候不准开灯 你只能关在这个小黑屋 没有窗户 等着他的消息 然后后期就是我们把这个赎金交了 把这个过河的费用交了 他才放我们出来 到我们过河的时候 大概四点左右 过了河以后 我们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看到一个立交桥 立交桥 然后我们就跟着南美人一起 沿着立交桥 又走了十几分钟 在立交桥下面 就看到了大巴车和移民局 然后他们就开始登记信息 把我们送到车上 我听到的有几个人是很顺的 一路上基本上很顺利的就过来了 但是像我这种坎坷的也有 有失去生命的也有 我当时决定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 我宁愿把生命可能失去在路上 我都不愿意和中共继续产生任何关系 我坚决要和中共割裂 因为我感觉就是共产党人无法忍受 就是这种邪恶的争扎 包括说很多事情出动了我 像那个胡锡英同学的事情 包括说提炼女的事情 我也有看到像武汉上海城市 就是他们风控的那种情况 然后我看到周围人的这种情况 我是比较敏感的 就是我能感觉到别人的痛苦 就是我觉得我每天活的都非常痛苦 就是每天醒了以后我感觉没有希望 所以说我就决定带喊你出来 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对我们 就是像牲畜一样 随时可以说 随时他想换什么 想要你的钱 想要你的零件 你的器官就可以拉出一个 然后就去切割掉 然后把你账上的钱清空掉 人就可以直接像抹数字一样抹掉 很可怕 就是没有自由 你没有言论的自由 没有信仰的自由 没有基本的人生命的权利 索菲希望在自由民主的美国 摆脱中共的阴霾 孩子可以快乐地成长 他正在寻找律师的帮助 早日被美国正式接纳 开始新的生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齐 新评 休斯顿报道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正当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角欲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大纪元时报 总统 令善你 大纪元时报 毋顶显 正常 感谢观看